到了2016年,又掀起一個熱潮 就是MJ可能真的沒有死 就是他唯一一個女兒,就是Paris Jackson 就是他在2016年的5月 他在IG上投入了一個投入 有些網民很厲害 就是有一個很黑的影子在後面的座位 有些人就說,嘩,很像MJ 究竟是不是MJ來的呢? 我把照片給大家看一看 如果不是的話,你們沒有什麼人想 就是有個影子 是的 影子是不是在車上的影子 好像是黑色的,是在後座 我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是雷 這個後面的黑影,究竟是什麼呢? 當然,這個是沒有答案的問題 大家可以猜測一下 但有很多網友,有很多風傳說 很像MJ,真的是MJ來的 很難 一個吊詭位,陸泳 有些MJ迷,連他走路的姿勢都不會知道 有人說了這件事 這是很大的支持點 我支持點 原來Michael Jackson在在身的時間 他坐後面 他永遠都是經常滑下身去坐 所以很多人覺得很像Michael Jackson的坐姿 但為何整件事有這個破綻出來呢? 這件事會不會是他唯一的女兒 想告訴大家 她在身 她在身,我爸爸還在身 我不知道 其實有很多想法出來 我接受不了陰謀論 自己矛盾 是 你這麼辛苦 要避過精英 這些精英殺不了你 你真是假的 騙了全球精英 然後你的臭蠢女兒又出來 不是啊 又拍張照片 她在後面不要緊 沒有人看到 我接受不了這個陰謀 我接受不了 你有另一個這個陰謀 或者也可以這麼說 可能她的女兒也太大意地 很大意 就是了 忘記了爸爸 真的忘記了爸爸 忘記了爸爸 沒有人知道 是 這個大家都有不同的觀點去看 也是一個所謂陰謀論的引人入勝之處 就是究竟MJ有沒有死 這一個來講 我想 都是一個挺大的話題 出來了 再要是有人去說過 就是MJ 其實跟他身邊的朋友 或者家人說過的話 其實我也很辛苦 我知道逃離不了 這一班人 就是這些精英的魔像 我想尋求假死 有很多人證實的 他的家人 他的女兒 和他的朋友都有證實過 他真的提及了無數次 就是我想假死 究竟MJ有沒有死 最強的一個支持點 剛才我講過 就是MJ在生的時候 和家人和朋友都有說過 都說過 是的 我很想去巴林 而亦都有一些 你知道他們全球 MJ全球都有支持 真的有巴林人 疑似而已 當然也拍了他的背影 疑似是看到MJ 但是剛好也有這麼巧 就是他的朋友也說過 就是他在生的時候 他最想去的地方 最無憂無慮的地方 就是去巴林 沒錯 但其實你提出了兩個陰謀的 因為你說有一些背叛了光明會 可能會被自殺 是 但是 為什麼這一次 如果假設他未死 即是沒有殺他不只 還容許你假死 是否這樣的情況 但是會不會 我另一個看法 就是說 會不會他早去一步 是 做一個假死的現象 令到這一群人去 找不到他 或者甚至乎 這一群人會覺得 如果你都 宣佈了死亡了 是吧 我追殺你也沒有意思 如果我追殺你 被其他傳媒 或者其他人知道的話 就更加 不知道怎樣去解釋 整件事 就是我想他們背後 也有很多 即是我們叫做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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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合約 或者會不會談到 至於你不要說那麼多 是 你當你死了 當你死了就算了 我被你死了 是 沒錯 都會有可能 我很迷惘 是嗎 即是迷惘到一個地步 又真的有似層層 是 但是你想想深一層 也有他 好像陸永說 有他的破綻 沒錯 所以我決定不想太多 無論Michael Jackson真死還是假死 他永遠在我心目中 永遠是一個永遠的王者 沒錯 音樂界的傳奇 沒錯 這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音樂精神 永遠都是我 全在 我想這樣會舒服一點 否則我不斷鑽研 是 因為我最適合鑽研 這是永遠沒有一定的答案 你永遠找不到 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是 不如做的 好過我做了 是… 好一點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今天是MJ 對 下次再來… 再來 不如音樂吧 音樂、電影 對 甚麼都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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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除了Michael Jackson之外 我想跟大家介紹兩位歌手 其中一位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 叫Winnie Houston 主流傳媒也廣泛報道 他在酒店死於心臟病 而心臟病 因為他喝了太量的酒精 而造成心臟病 但情況就是… 在陰謀論界來說 大家都不深信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驗屍報告都說 除了他喝了大量的酒精以外 是服農了大量的一些藥物 因為他之前跟傳媒說過 他也很想脫離一些神秘組織 而剛巧的 隔了幾年之後 他的女兒 Bristina Bobby Brown 在2015年 在家中 看到他也跟他媽媽的死狀一樣 在他的酒店裡 是死亡的 他的死狀 跟他媽媽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那究竟兩者之間 會不會有相連呢 給大家看看 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你會看到 其實他的女兒 不是那麼老的 因為其實 一個年輕的小妹妹來說 其實會不會 大家會想像到到 她是心臟病而死的呢 那這個在我們陰謀論界來說 其實都掀起一個話題 而這個話題 亦都在說 她的女兒 會不會 跟她媽媽的死有關 因為在說這件事 就是她媽媽 都想脫離一個神秘組織 而她的女兒 亦都知道太多的事情 所以亦都可能 會不會我們叫做 被自殺呢 好了 另一個歌手 John Annen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在1980年 在倫敦的街道 是被人行色身亡的 其實這個兇徒 大家都知道 主流傳媒都廣泛報道了 就是 在這個披頭四的年代 她是一個很呆黑的粉絲 當然 官方也都說過 她是一個有精神病的人 而太愛她的歌手 就令到她行色John Annen身亡 可能在陰謀論界 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在John Annen死之前 她作了一首歌 叫Imagine Imagine 大家知道 也挺好聽 其實背後的歌詞 大家如果留意的話 是純粹一個新世界秩序 也有少少的報道 就是她和她太太 在公園那裡 就看到一隻不明飛行物體 而去作這首歌 她的太太之前 做了一個interview 就是說 John Annen 很想脫離神秘組織 之後 被人行色身亡之後 她太太也接受一個傳媒訪問 她就說 很後悔 不叫她先生 為什麼不離開一群人 究竟那群人 是什麼人 還是會不會 在她口中說的 一些神秘組織 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